庄严的鼓声将众人引领进入 尽似法水庙莲华的法华世界 此季香港分会 作为海外参演的一份子 入境葬的志工群 无不被演绎喊动 入境葬期间 都是遇到很多困难 是吧 上人比我们的就是 我们要克服难 不要被难克服 我们关关难过也都关关过了 也很感恩入境葬的菩萨 他们都很幸福的大家 其实学佛的路 就是一定要走到菩萨道 我觉得上人 真是一个很睿智的 我们的师父 带领着我们走到菩萨道 入境葬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有一个要配合 这个时候你就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所以说勇于承担 我们也都是乐于配合 原来这个也是一个增幅器 半年来 志工们的努力及排练 这一刻有了丰硕果实 大家长也提出新的期许 两天三场的演绎 除了入境葬的志工 也开放让民众观赏 很多人对佛法一致半解 这样的演绎帮助大家了解得更通透 可能之前对于经文的理解 就只是停留在表面上 这一次看了把无量易经的内容 跟慈祭的行经的 做事的每个结合在一起 然后对于这个易经而行 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基金会 然后做了这么多善事 然后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 后面的话也启发了我 我后面肯定也会参加一些 类似这样子的活动吧 年轻观众看了演绎有感动 也愿意将感动化作行动 让每个人的新灯都点亮 又爱照拂更多黑暗角落 大爱新闻 知晒美志工 李红梅 谢晴 卢志德 梁昌才 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